怎麼能夠得到 我們的例子 就是說這個案子 怎麼能夠去 這個雷劍 它怎麼會拿到 這是重點 第二 它怎麼有材料 去年代 兩百多億 所以說這個案子 應該重點在這裡 如果在這個過程 要給我 或是說要給工 想要去專搜它的項鍊 這都它的文字沒有辦法改變 這個問題沒有辦法改變 我去看給它 是說 今天 所有人 不管立法它的項鍊 或是我們的司法單位 已經在調查 就說它怎麼有材料 就這次 是怎麼這個公司專業 還是不夠 它是怎麼可以得到這個 列列建這個廟 我覺得這是重點 就說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都沒有介入 我們的列 憲夫的列連結 它這個跟究竟什麼 跟高雄市政府無關 但是我們的海洋局長 為了我們的憲特港 憲特港 是過去 高雄官的時代 開75億 我們行見那個憲特港 75億 75億 這個憲特港 現在問一遍 我們在檢討 說 家裡是文子館 就說在那裡是媽媽 憲特港都沒有檢討 所以高雄市政府 這十幾年 或是說有機會 對憲特港 讓我們的焦傷 我想我們的團隊 每一個人都很熱心 我們也很積極 要做台積電 很積極 做華幫電子 來高雄投資 這種心情是一樣 但是我們的海洋局長 在這個過程 為了要做 一個人來高雄 來投資 這個過程 我覺得 他在法案的部分 有很多 我覺得 做一個政府官 他的法案 不設讀 法案不設讀 我覺得 他要扶起 這個接任 他要求我 要求他要實質 我尊重他的法定 現在都在進任 他思法的調查 就是已經去調查 我們感到 南北校思法的調查 我跟電機院保證 高雄市政府 清清別別 絕對是 我們沒有任何解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請電機院 對高雄市政府有信心 至於說 今天有很多人 我跟電機院保證 說 沒有信心的人 對自己 抗議的人 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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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電機院保證 我覺得 我們對自己 有信心的政府 我相信 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我以法的行政 請令議員 提到高雄市政府 說話 都下班了